是校园陆续施打儿童疫苗了 而台中市南投县跟彰化县云林县 现在宣布疫情还是存在 所以台中市宣布因为市里头教师确诊案例破万 宣布远距教学再延长一周 这些消息先提供给您 而南投跟彰化云林现在也宣布要跟进 这讯息带您掌握了